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先生最近讲了一段话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他说日本人你要注意 对自己的同胞来做一些警讯 他说我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后 我认为我们日本太落后了 怎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话 一般可能在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中 会觉得说我们比日本 我们日本比中国应该还要进步 这位揣田耀一 这位前劳动大臣就讲了 他说我们许多日本人 还不愿意接受 中国现在已经真正富有了 已经富起来了 我们日本人的时钟 还停在30年前 不想要接受这个事实 他还进一步说 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之后 他发现在中国 只要有智慧手机 就可以搞定任何事 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人去过中国旅游 可能你用微信支付 各种你一只手机 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 然后这位先生他还很感慨 他说30年前 当日本人我们在开豪车的时候 中国人你到北京一看 到处都在骑自行车 看起来通通都是自行车海 可是30年后的今天 中国人已经开着最新的电动汽车了 可是我们日本人还在开燃油车 所以他有一些感慨 另外我们也邀请观众朋友来看看 的的确确中国大陆在30年前 甚或40年前 那个时候是非常穷困的 还记得这一幕吗 1978年10月 邓小平访问日本 那个时候很像是刘姥捞进大官员 他乘坐日本的新干线 他说真的好快 用他的四川枪讲 另外他也去参观松下电器 并且要求希望松下来帮助中国 做一些现代化的建设 那个时候松下也允诺说 OK没有问题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现在中国大陆 当然他不是无下阿蒙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 为了防止中国大陆的崛起 由美国为首 就会说你有野心 你还是慢一点崛起吧 所以说会危害 世界的安全 有非常多的说法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他联手日本韩国 他在我们的台湾这附近 其实不断的有一些联合军演 他说要剑制中俄 他说中国跟俄国被靠背 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大威胁 像这样的演训 非常的多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美国 日本 他们联合开发一种叫做 超高音速导弹拦截器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说 中国跟俄罗斯 这个武器已经要要领先我们了 所以我们必须赶紧签署 这样的合作协议开发我刚刚讲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拦截器 我们要强化对周边国家的威胁能力 说穿了一切都是要防堵中国 那另外呢 他们也认为中国有一些野心 要让全世界沉浮在他的脚下吗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因为少子化 日本也很严重 所以他们的自卫队也苦于招不到人 尤其是海上自卫队 因为你知道船一出海 有时候手机也不能用 包括军人嘛 他都会说你手机必须被管制 所以他们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开始跟星链来做一个合作 大家知道这个是SpaceX的星链 他把它弄上舰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军官还在展示 海上自卫队向媒体来展示说 我们的这个练习舰叫路导 我们上面搭载着这个星链的系统 以后就可以你个人这些阿兵哥 他的手机就可以用了 所以会提升招募人数 因为招不到兵 这也是一个诱因 那另外当然宣示了 他们跟星链有一些合作的一个事实 另外我们看看菲律宾这个国家 最近跟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摩擦 还有互相的喊话 现在菲律宾宣布将从日本追加采购五艘海警舰 那这个是礼拜五就购买了 菲日两国他们也有签约 他们又做了一个签约的仪式 而另外我们讲到菲律宾 就要提到前几天我们特别有说到的 这个海上的大对峙 菲律宾这边派出了100艘的名船 那他的这个演习的项目 或者是所谓的联盟叫做Ati Idol 这个东西一个联盟 其实它是一个名船的组织 它大概号召了100艘 在海上做一些所谓的一个在黄岩岛附近 就靠近它做一些主权的宣示 我们也看到连日来 中国大陆其实对这件事情 也有一些这个反应 他们也组成了包括海警 对这个黄岩岛的封锁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所谓100艘的菲律宾的联盟 据说已经突破了中国的封锁 两边其实不断的在喊话 中国大陆是对菲律宾喊话说 你们这是在作秀 而且警告他们尽量远离美国的恶意 因为中国大陆言下之意是说 这是美国在后面缩始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来看看中美的国防部长过去 在国防上面的联系不是中断了很久吗 可是现在又要接上天际线了 中美的防长会再见面吗 在520前夕 美中军事沟通五角大厦说 我们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重点来了 我们看到了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 这位先生瑞特纳16号 跟中国中央军委会的办公室主任李斌 他们两个人通了视讯电话 讨论美中关系 还有南海等议题 而重点在于两年一次 在新加坡的三格里拉对话 据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跟中国大陆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 会在月底 在这场会议上面碰面 意思是两国要重新来 在军事上面有一些沟通了吗 来先问一下董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他的前大臣讲的 其实是比较实际的情况 他的情况 日本的情况跟台湾情况有一点像 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台湾大概有三分之二 没去过 没去过中国大陆 我们听了西方那些媒体的宣传 或者民进党政府的宣传 你不晓得中国大陆 他的哪一些东西是都进步 他们完全不知道 像我们比较常记的 因为我们金门人 对 我们比较常记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在进步那种 你想想看小三通到现在22年 我们那时候刚记得说 夏丸是兜漏后 那时候我们 码头一下来走中山路 想说夏丸最热闹的中山路 居然是这样 就不可思议 如果你现在22年后再去看 那不得了 夏丸已经比台北还热闹了 我们过去 台北在做双城论坛的时候 那是民国89年 就是陈水扁当写那一年 我们去我们跟上海 认为说我们可以教上海很多东西 的确是 上海对我们很多东西很羡慕 譬如说那时候台北在办什么 在办那种垃圾随带征收 那是很进步的一个垃圾处理方式 对不对 因为在台湾是第一个实施 马上就当台北市长 然后你把垃圾要分类 现在当然很多地方分类了 高雄是还没办法分类 大家高雄 民进党一直直正一直讲多厉害 高雄到现在都没办法垃圾分类 你知道吗 那我们那时候去 因为这些我都有采访的经验 碰到上海人对我们多羡慕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那时候我们捷音已经通车了 所以第二届他们来这边 好吃惊喔 台北今天这样 那你现在如果去上海看 我其他的不讲 星巴克大概快 你看多少家 9000多家星巴克一个上海人 你就可以看他完全不一样 下门也一样 所以我对日本人讲这话 只要他去看过我不觉得意外 他现在看到了一些地方的 非常进步 然后他讲了日本人不喜欢听 因为日本人本来就很讨厌中国人 中国人也讨厌日本人互相讨厌 互相讨厌你不了解 就很多东西就会误解 我们现在提倡了说 希望两岸有更多交流 就希望更多了解 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譬如讲 我们金门那时候发生那个事情 有两个疑问社 很多人就会问我 金门它会不会很紧张 我都不会 你们为什么都不紧张 好像大家都讲很紧张 我都不会 因为我们有很多沟通管道 我们很多东西交流 我们根本不相信 而且绝对不会同意说 他们会把金门怎么样 不会我们就是 我们当地人绝对没有人这样想 所以这个就是交流 多了他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觉得日本 因为他过去在美国的扶植之下 他当然很多东西很进步 那就是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 我就买了很多日本的书 日本那时候像我对文史有兴趣 他们就派很多人去 拍那个黄河 长江 那个那时候是最原始 大黄河 有没有 那时候NHK还拍了剧 派多少人去 那时候政治节目 真了不起 现在他们气势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非常体会 一个日本老人 他的感慨 那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当然对日本过去的进步非常懂 可是他也了解现在日本的退步 日本的退步是为什么 因为他跟美国绑在一块 那他试试把美国放回归内 包括他 美国在整个我们亚洲这里建立了 一个小北约 然后他们大家亦步亦趋 就觉得说跟美国走就对了 那其实自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之外 他们无端去刺激一个周边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 那你花很多鲜血在做这个对付的话 还不如改善自己 让自己更进步 日本是有很好的底子 但是你曾几何时 日本的企业都要卖给沟台银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到 等于说日薄西山那种 让人家觉得很不忍心 也蛮惯惜的 来 请教赖老师 我们中国领先全世界也几千年了 自从金乾隆时代才闭关锁国 不知道世界各国的进步变化 所以我们落后了 邓小平上来了以后改革开放 我们看到我们又开始进步了 台湾在蒋经国时代的时候 也整个开放 那一段时间也是台湾进步最快的时候 结果台湾后来从李登辉开始上来到现在 台湾整个又发展又慢下来 又落后下来了 城市的建设也落后了 各方面的科技的发展不平衡 贫富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日本不也一样吗 日本过去也是贫穷落后很多年 然后到了他们的民智维新改革开放的时候 日本开始变了 也曾经进步了 结果之后 然后又开始把自己说起来了 然后也开始进入落后 欧洲也一样 我这一次到欧洲去 我搭高铁 我已经很多年没去欧洲了 然后这一次到欧洲搭高铁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高铁不准点 这个在大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在欧洲的铁路系统却是 失控见惯的事 不准点 不准点还没有关系 高铁 贵的 然后他刚开始起速的时候 还这样摇到这个程度 然后等到一个速度以后才开始平稳 这代表什么 技术也落后了 铁道系统落后了 技术也落后了 然后里面的车厢的设备 各方面也旧了 为什么 没有钱更新了 也没有技术再去改良了 中国的高铁现在已经比法国 德国 比日本都还快 全世界最快了 已经在测速600 把它想办法上转到600 时速600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条唯一的高铁 350都很难达到 大陆已经开始在测试 开始要做400到600的一个速度 以现在的科技来说的话 大陆确实是以现在跟未来的科技 它已经在领先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对大陆来讲 不能够这样子就自满 因为你人均所得还是1万多 1万2左右 你要到5 6万的人均所得 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城乡之间的 发展要平衡 这也是大陆未来还要走的事情 不能够因为这样自满 还要有很多的努力 日本人赞美你 开心一天就好 坦白说一个小时就好 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努力 你要让整个城市 整个国家建设发展 还需要大家继续打拼 但是我觉得日本人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反省 愿意告诉他们的人民 说我们落后了 大陆现在在进步了 我觉得这个对日本 不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尤其对日本的政客来讲 尤其是右翼的政客 自民党的政客来讲 这不是一件坏事情 但是要有更多的日本的政客 他愿意告诉日本的公民说 我们真的落后了 要有更多的日本人到大陆去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要有更多的台湾的民众 到大陆去 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台北有多落后 台北有多丑 台北真的是丑陋不堪 不是我要这样讲 我们的城市美学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人行走的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给我们一个 好的一个通道 我最后谈一点 我觉得日中美的防长 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会议 一定会见面 为什么我会这么笃定的说 中方已经提出三个议题 他要谈的 一个就是美军跟台独之间的关系 他有意见 另外一个就是在南海里面 你美国人要拉福利兵 搞代理人的战争 他有意见 另外一个就是你美国 要在菲律宾装这个反导系统 中导系统 而中国大陆有意见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中国大陆一定会跟美国 来谈这上个议题 是 来 有明老师呢 怎么看 这位就是日本的前大臣 他叫Mazzoe 就是他以前是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 国际关系的教授 后来离开东大 他自己做评论员 然后当任自民党的参议员 做了后生大臣 他其实还有一个职位 他做过东京都的知识 虽然只做两年就辞职 现在就是被小事百合子续任 他其实75岁 他讲话都是很直接的 而且他这次对台 是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 就是新闻记者 评论家 我觉得其实他讲的话 在日本的经济界跟一般的社会 老早都知道 你当那个BYD在去年年初开始 进入到就是日本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电动车都在 就是市场上都在看 也都有在报道 相关的讯息也都有 只不过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我们台湾 对日本的这个理解 总是取决那个比较少数的 保守的 偏右的 然后反中的 那这个讯息你就偏颇了 我必须要讲 其实在日本对中国的理解 至少在民间 在经济界 当然是很清楚的 他们这个对资讯的掌握 是很快速的 可是政界是比较保守 日本的政界已经跟 日本的社会是一离了 因为那个自民党六个派系 四个自我宣布解散 因为贪污 然后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上一次几个补选的议员 然后自民党通通输 但是这个政治对一般人民 已经是无感 不信任 可是他们还是追随了美国 所以美国在这边就搞小集团 也就是叫做这个迷你多边 美日韩 对不对 然后美国又拉了这个菲律宾 最主要是美英澳 但是讲历时代的话 这些国家 这些他的盟邦 菲律宾都不要讲 怎么可能能够跟美国结合 去对抗现在的中国跟俄罗斯 昨天才签的联合声明呢 是不是 而且这两个国家自己都讲了 他们是两个大国的 重新恢复国际秩序 对抗那个正在破坏 国际秩序的美国 所以我就讲个数字 大家记得29 10 7 1 我不是在爆米牌 南海诸岛里面 越南有29个岛屿 菲律宾有10个 中国大陆只有7个 我们台湾一个 台湾本来两个 有个叫中叶岛 被菲律宾给拿走 29 10 7 1 而这个菲律宾跟越南 都在这个29跟10里面 在做一些军事设施 军事的这个部署 然后从头到尾 南海的航行自由 民间的航行自由 没有任何的影响 每年的 经过的这些 整个商品的总值 来到5.3兆美元 保险费没有任何的增加 所以讲说 这里破坏区域和平 讲假的 20多年前 整个东南亚的 十国跟中国 就一直在谈 南海行为准则 现在紫本都出来了 只是没有办法公布 大概菲律宾又有意见 所以美国在早期的时候 拜登早期一两年的时候 花很大精神 去把这十个国家找来 希望能够跟他们 跟中国唱反调 结果发觉这十个国家 完全不是这样子 然后就抓了菲律宾 小马可市 为什么呢 当然很清楚 他有把柄在美国手中 可是说理事实话 这就是一个岛屿冲突 哪个国家跟 有岛屿的国家跟其他国家 没有岛屿上的这个纷争 所以用水炮 或者是说渔船 这都是我们也常见 但是美国因此要把 它的中岛系统放到菲律宾 用中岛系统来对抗 中国海警船的水炮吗 你就很清楚 美国的用意 基本上是要透过菲律宾 来去整个去颠覆 这个区域的稳定 所谓的船事件 只不过是个表象而已 没有错